这一辈子都在为家人还债 于雪凤直到51岁 才算是拥有了自己的人生 而出生格仔戏世家 其实他说 他曾经一度非常讨厌格仔戏 甚至厌恶自己的妈妈 由于爸爸好赌 每次回家拿不到钱就会打人 也因为不断的欠债 所以家中五个兄弟姐妹 从好小都得赚钱才有得吃 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 但生病了又该怎么办呢 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就是因为没有钱治病而咬折的 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苦太苦了 妈妈经历三个孩子的死去 加上丈夫暴力相向 于是逐渐变得躁愈 对女儿更只有打骂 年轻时候 吕雪凤因此对妈妈非常不谅解 为什么母亲要一直乱打人 直到妈妈过世了 自己也生了小孩 她这才惊觉 当年的母亲过得是如此的辛苦 如今她学会感恩了 也致力于传承歌仔戏文化 爵士曲风融合七字调 令人耳目一新的中戏大融合 演组出歌仔戏的全新可能 辛苦数十载苦尽甘来 吕雪凤不忘传承记忆 因为她的一生成败 都来自歌仔戏 我一直乱说 让你们知道 歌仔戏的声音 有点伴比爱爱爱 也不过现在大中世纪 是今宝的年代 歌仔戏 也入那个电视台 这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功力 就是已经是我吃饭的 已经融入我的身体里面 有的人说 要说话说我不要押韵 要说押韵很困难 但是对我来说 要说没押韵的话很困难 唱作剧家浑身是戏 舞台上的戏梦人生 全靠演技 舞台下 确实人生如戏 无处 就是买柚子 买到那儿 照大照到那儿 有时候 头阶一位是 人的五件位 针柯都有 以前都听早的 听早的嘛 听早的嘛 有时候是 有一个五件位 就是炖切子 炖菜 人的村库 对 有时候做得更好 是五件位 有时候 鸡苗也做 蚊子如果出座 大厨的时候 它会出床 出床就是藏牙 蚊子如果出床之后 它里面就没有鸡粉了 大部分都是鸡鸡在用 因为以前买鸡菜 就是蚊子 买蚊子 蚊子 如果有鸡 它有鸡 很鸡的 对 鸡鸡的 但是鸡在这里 人也会吃的 我会记得我 最初也吃的那种东西 水珠疗 吃厨鱼 从小跟着西班卖药团 四处漂泊 在那个医药资源 匮乏的年代 他们是哪里落后 哪里去 以前哪有那么多油包 还没路 顶也没什么 床银一双路 所以都会鸡油包 而且鸡油包 它要再看 交通 不方便 那个鸡油包 有的 三个月去换卦一双 油包里面有五分煮 头发疼水 什么都有 对啊 你吃几包 我来给你添几包 你多少钱给我 但是 如果是说 较败险的 或是路上不够 它就差不多三年去一双 有的一年去一双 有的两三年没去 所以我们在买油包团 有什么可以生亡 我们就是 穿走都走 交通不方便 没有电话 然后都是做事做蚕蓝 没有五路 我们去做卦市 让我们看 买油包团才会来买 由于局武定所 爸爸又好赌 他从有记忆以来 全家人就是不断还债 没钱而肚子 使生活日常 死亡对他来说 更是四空见惯 你知道那个时候 买油包团 自己在买油包团 我不能吃自己的油包 您知道不可以吃 所以 人家处处知道 处处知道 你们现在要买油包团 他说 不然你们先出去一下 基本上也怕 对吧 要再做 对吧 不敢吃我们自己的油包团 也不会放肚子 你孩子在买油包团 你也不能够住人家 过心 我们在油包团就不买 是不是 人家说 枕头都吃肚子 拌肚吃肚子 拌肚子吃香肚 我们不买油包团 我们孩子吃过心 都不会放肚子 三个伴侣 快点 快点 金油 快拿出去 就眼睁睁地看那个小孩子 开一直串 一直没 一直串 一直没 就这样子 不说话 那我们这 我们这 我们这 说话 听说 我们国家 没胃的时候 我们老母 连这把肚子都没胃 五位手足中有三位 最后都因为没前治病而夭折 长期下来 母亲变得躁愈 对女儿永远只有打骂 曾经有一度 她对妈妈充满了恨 我妈妈就是会 她心情不好 她就是会 限制你的行动 不许你出门 我当时 喊着你的行动 你是要偷照 偷照不是出去玩 我们是不出去探机 但是她抓狂起来 我会给你出去 小时候的时候 我的记忆里面 我不喜欢妈妈 真的不喜欢妈妈 她就是永远的胸巴巴 然后秋长八角 动不动就打了 动不动就骂了 她是打不住我 因为她要打 我就是我们这 真正经常打 对 从满月开始 就由大姐 一手拉拔长大 远生家庭的伤口 让她抗拒婚姻 直到26岁 未婚生女 她这才能够体会 妈妈的心情 还是想要拥新领 有一天我晓妻 要买她儿子里的甸 así кли護士 还晚上 一定提� 在旁邊有一個老爸桑 叫他站在那裡 他在叫來看 叫他站在那裡 我就趕快扶起來 他說老爸桑 旁邊的人 老爸桑啊 你這樣騎都騎不出來 你也走出來 買來看 叫你家的人買就好了 他說他就說沒錢 他就走了 但是我小孩在旁邊 我們買來看跟小孩是一樣的 我忽然想就說 我小孩生出來 跟小孩買東西 但是我今年吃到二十五歲了 我好像不再睡在旁邊 想要跟媽媽買什麼東西 所以當我媽媽過世了之後 那個才會很大的衝擊 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知道媽媽是 媽媽是有問題的 很辛苦 她其實 我如果叫妳說她 她帶就能把她沒生命 有的人 妳如果說 比較沒那麼健康的人 就去跳水吊刀 腳跑 天斷地斷 你是我的時代 沒有妳 那有花 沒有妳 那有她 似乎是無法掙脫宿命 二十七歲那年 她複製了媽媽的命運 嫁給了西班演員 先生如同父親 四處欠錢 不負責任 所以我算是很前衛的 妳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我就生小孩 我喜歡的人 先長後奏 然後逗馬逗我就生小孩 妳就生小孩了 妳為什麼不想要結婚呢 沒有 因為本來就是不婚嘛 為什麼要結婚 兒子生小孩還在結婚 幹嘛要多持續呢 不就是因為我媽過世 小孩子出生我媽過世 然後她們那邊的人來提親 她們只講了一句話 她說 孫浩娶三個月來 生娶 妳媽媽要送出送的時 就有一個嫁妻 多把一條頭杯來送 多一個女婿來送上 媽媽常講 我媽她沒了兩個兒子 所以好吧 沒能來得及修補好的母女關係 成了她心中 永遠無法凝捕的痛 離經生子 嫁人到離婚 她這輩子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大姐 手勾著手一起上市場 呂水鳳是大姐如母 甚至把自己的第一個女兒 過寄給終身未嫁的姐姐 不是補答那是妳自己做的 就是妳要賠她 妳要賠她 妳要賠她 對不對 我們這間我十歲 我五十歲 我們這間已經六十歲 六十歲 家裡已經辛苦 她沒有表情輕鬆 她沒有表情輕鬆 這個中方的老爸 我們老爸回家 又軟的時候 三個半都沒有我們時間 我老爸都要了 對不對 她就要開始煮了 她是日夜不分的 要軟就軟 對阿髮就是 Jill 年輕輕鬆到以前 是啊 她是二十七小時 沒 ef kub 是睡覺的時間 什麼時候是精神的時間 沒問題 漂亮好漂亮 對吧 那小孩兒也是要照顧 頭瀟虾都是她 我寶寶 又沒有小心 那 utiliz 沒睡覺 什麼時候是生選時間 沒有久 遍我 從小相依為命讓他無後顧之憂 如雪鳳一輩子為家人付出 人生的轉折磨難終將化為生命的養分